HELLO 大家好,又是我李奧 今次想拍這條影片跟進這個 暗狗子女同民而似食人血饅頭的事件 首先,在開始之前,多謝大家的訂閱 自從上次這條影片之後,我們的訂閱多了一倍 另外這條影片的view數也打破了幾十view的紀錄 現在有二千多view,好厲害 好了,現在說回這件事了 自從上次那條影片之後,李奧最後都帶出了幾個質疑 這個暗狗子女同民協會都出了幾次的官方聲明 去嘗試解答一下這些問題 好,我們看看她的聲明說什麼 好了,首先在11號的時候 按照她們出了一個聲明 然後就說,首先跟大家說一聲對不起 然後就說,很想處理好件事 然後延遲了捐錢就跟大家說一聲對不起 然後就說,第一輪T就用成本價買了100件 第二輪就買了100件 第三輪就買了1,700件 她說扣運費、倉費、總共收益是91,000元 因為升火的戶口凍結,所以搞了很久 這一點絕對是她們的錯 好了,首先說回這一點 其實上次也說過,她們之前有個帖子說過 她們保守估計是賣了3,000件T的 但是現在加上1,700加1,800加1,800 都是不夠2,000件的 那究竟之前說保守估計3,000件是打錯 還是怎樣呢? 這裡都沒有解釋到的 另外就說扣運費、倉費那些 他們貼出來的照片是沒有關於運費、倉費的 另外這些成本都是非常之不清楚的 另外 她就說這個按鈎唯一呢 就是 令到大家誤會 令到大家誤會呢 就有一點點 不好意思 這樣 但是 即是說 我嘗試翻譯一下 即是說 按鈎唯一是完全是用來做商業用途的 即是你們 你們按鈎會員 你們按鈎群的會員 就買了就不要想著他們會捐錢 這樣 但是這裡 講到這裡 另外我也看到一些 有會員去私底下問他們 這批的位置會不會捐錢 但是他們在WhatsApp那裡都說會捐一部分 那這裡又是沒有解釋到那方面的事情 好了 講到這個產品製作了 很多人都說他們用淘寶貨來做的 這樣 他們說呢 這個是用香港公司做的 這樣 之前呢 他們出過一張單 就是這個Easymake Easymake 一間公司 去訂這一批 T或者衛衣 的 但是呢 原來呢 之前我又見到另一個 另一個post 見到有網友看到 這間Easymake的公司 是 很有機會是剛剛在過去的九月才成立的 所以 究竟是不是開了一間公司 開了一間所謂的香港公司 去做這個中間人 跟著再透過這間香港公司 向淘寶訂呢 這個又不得而不知了 好了 最後講到車貼事件就是 就是 他就說 是開頭找 這位叫李游的先生 找他去合作 他沒有 他沒有興趣 跟著就警告了很多次才踢他 這個我就不深究了 好了 這裡有幾張 他的單據 這間Easymake的公司 他所謂PayPal單據 以及捐了錢的證明 好了 跟著呢 來到今早或者 今天凌晨 一個最新的 另一個聲明 好了 大概這裡比較多字 我嘗試去整合一下 他就說 他們沒有吃 總之 他們就強調 他們是沒有吃 人血饅頭的 就是因為 有些人 斷章取義 帶風向 老屈他 但是他覺得 清者自清 他們覺得自己 就是沒有吃人血饅頭 這樣 要捐的錢已經捐完了 那 就說了 有關於這個衛衣外套 他們 這個 退錢的 說回來 退錢 他們給了大概 我想 48小時 大家去 回應 究竟想不想退錢 或者怎麼樣 李奧 就覺得 48小時 真的不足夠 好了 這裡就說 有422個回應 當中 366個會員 選擇了退錢 56個 選擇了捐款 所以最後 有104件的收益可捐 422個回應 366就退錢 56捐款 但是 不知為何 有104件可捐 即是說 可能是 這56個人 裡面 買了104件 我不清楚 因為這裡 仍然寫得 不太清楚 但是 這條數還在計算 現在 我們都是 說一些 簡單的乘除數 就不知為何要計算這麼久了 接著 他就說 自己是 Admin 成員 介乎15至25歲 即是說 年輕 大了 這樣 另外 就說 希望大家 繼續給他們機會進步 接著就說 希望大家 要繼續 給予很多歡樂大家 等等 然後 希望大家 不要再分化 這樣 接著他就想 裝修 因為之前 有其他的會員 就說 怕他們 因為他們 之後 會在黃埔 開一個年宵 就說 有會員 可能會怕他們 被人裝修 接著他現在 就說 香港人 炒車再炒車 不是新鮮事 當你們真的裝修完 過一陣子 可能發現真相 知道我們是無辜 那黃色手足 覺不覺裝修的人 好 當你裝錯 裝錯一次之後 又會不會影響到 裝修藍黑 藍紅黑 商鋪的手足呢 我們受罰不是問題 那其他手足之後的行動呢 這個問題 就交由 想裝修的人 這裏呢 我有少少覺得 他們在這裏 有少少 威脅 即是說 如果你們想裝修 你自己想清楚 就 等下 有些甚麼後果 有些甚麼後果 你自己想清楚 這樣 好了 到最後呢 其實想 宣傳這個 黃埔的年宵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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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呢 又寄回一些 之前已經寄回我出來的 舊支票 或者舊捐款證明 這樣 好了 看完這些聲明之後呢 就是 我的感覺就是 嗯 他們堅持 衛衣的訂購 是純粹一個生意的操作 所以就是名賺你們錢 所以現在 現在呢 繼續支持他們買 買衛衣的人呢 有 兩類人 就是 一些 真 按鈣會員 以及一些 真實的按鈣會員 按鈣會員 按鈣會員的支持者 好了 到這一刻為止呢 嗯 我就覺得 他們打後再賣的 按鈣會衣 或者按鈣外套的收益呢 如果還有人買呢 那完全是真真正正的一個生意的操作 我們版權 版權那裏呢 我們就 嗯 留給Super Dry 追究 或者有些有心人呢 如果想報海關呢 就可以繼續報的 但是 如果 大家知道這些來龍去脈之後 還繼續幫襯的話呢 我都相信大家都是 一個 真的會員來的 以及真正支持他們的 大家可以繼續去支持 李奧個人的觀感呢 就是 很明顯 他們在 處理這些事情上面呢 都 正如他們自己所說 都有很多的不足 還有 到這一刻為止呢 都有 很多事情呢 都是 未 未講得清楚的 就算是 李奧之前 啊 在 在 上一條片 最後的幾個問題呢 都是沒有 答到的 我們現在呢 上去 他的 網頁裡面呢 都仍然都是寫 非牟利機構的 那 究竟 這個 所謂的機構 是不是一開頭 就是牟利的呢 這樣 仍然都是答不到的 好了 關於另一個 另一個 大家都針對他們 不是針對他們 大家都很緊張的話題 就是說 他們是 內容農場 所謂的 content farm 的 post 利用這個content farm 來賺錢 那 今天呢 我就見到呢 他們一個官方的 回應呢 就是說 content farm 是很多時候 都是自己寫文 做整合 希望多個平台 發放資訊 嗯 啊 這個回應呢 令我想起了一個 另一個回應 所以他選擇了 他決定了 用他的腳去嘗試 推開這個男子 令到他前方的威脅 能夠移除 我們相信這個同事呢 作出這個 相關的行為呢 是並沒有任何的惡意的 如果大家不知道什麼叫 content farm 或者內容農場的話呢 大家可以看看下面的link 我放在下面呢 有一個詳細的解釋 大概呢 就是說 有些人呢 就利用開一些新的網頁 去 在網上抄抄砌砌 或者甚至乎 利用一些 假的新聞 或者一些很 誇張的標題 引大家去按入一些網 裡面的 另外 就利用網裡面的 一些廣告 去賺錢 利用大家按進去那個 Cake Ray 去賺錢 這個按鈕協會的回應 就是說承認 他們有做這個content farm 另外 他們只是覺得 應該多個平台發放資訊 這個解釋實在 就真的非常之 勉強的 如果大家是支持content farm 可以繼續支持他們 我都沒有什麼好解釋 就是這裡 好了 說回我們現在 之後可以怎樣做呢 好了 當然 剛才說過了 現在他們已經擺明 做一盤生意 當然 之後呢 我覺得 之後他們再賣的 T 或者T 衛衣 或者外套 大家都不可以再說 他們吃人血饅頭 因為他們已經說明 是做生意的 大家真正的 按鈕粉絲 或者按鈕 group 會員就可以去跟他們繼續買 或者繼續支持他們 但是呢 如果我們不認同 他們這個做法的人 可以怎樣做呢 上次都說過了 已經有其他的一些 Facebook page 已經建立了出來 嘗試去 導引一些 不是那麼 真的會員 去另一個地方 去繼續延續這個按鈕的精神 好 李奧這裏呢 都想有些少少貢獻 就是如果 大家不想再 用它那個 那麼明顯 容易創的 標誌 那怎麼辦呢 當然啦 我們可以自己創作另一個標誌 那麼呢 李奧呢 就嘗試很快地 做了兩個 給大家參考一下 一個呢 就是這個 6UO Certified 即是 6UO確定 另一個呢 就是這個 Ultra 6UO 就是一個 比Super更加厲害的 更加按鈕的一個標誌 希望這個可以引發大家的創意 或者再去 做更多 原創的標誌出來 去延續這個按鈕的精神 到最後 都是再次提提大家 這個 究竟入哪一個按鈕群 完全是 大家的自由來的 大家不是投票 大家不是只有一票 大家可以進入很多不同的按鈕群群 繼續 在不同的地方按鈕 絕對是沒有限制的 在哪裏按鈕 大家自己作主 至於 去不去裝修 去不去黃埔 去探望他們呢 大家 自己想想啦 都是那句啦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按一下訂閱 因為李奧希望 盡快和大家做Live YouTube來說 就一定要有 起碼一千個訂閱 才可以做到這個 下次見 Bye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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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歸